江委員好 主席辛苦了 謝謝部長 我們這個口罩 來送給需要幫助的 需要口罩的國家跟個人 大部分的國人都認為說 我們行有餘力的時候來做這件事情 大家也不反對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認為應該要公開透明 因為這種外交的捐贈也好 或者善意也好 我覺得是應該要公開 而且要絕對的透明 為什麼 否則大家都一直在猜 尤其在對於很多我們國人 他在口罩需求上面 比較困難的 要排隊的這些鄉親們 其實他們心理上 有時候還是會有一點 怎麼講 就是說我們要去幫助別人 可是我們自己 拿到了沒 夠不夠 所以我一直對於公開透明這件事情 我很在乎 我們到目前大概宣稱是捐 捐助國外一千七百萬片 這是我們從媒體上得到的數字 包括捐給誰這些等等 我們跟外交部要資料 可是要到後來 並沒有辦法提供給我們詳細的資料 所以我就只好幫你們算 我們把所有的媒體報導 一一全部都來檢視 我就幫你們算好 但是這裡面 就有一些地方 我覺得 似乎你們必須要說明清楚的 你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階段是一千萬片 第二階段七百萬片 這個一千萬片裡面 當然你有包括 給這個 歐洲地區的 美國地區的 主要是以這兩個地方為主 是 那我在那邊兜了老半天 尤其這裡你們都有一些公開資料這樣 有一個歐洲國家盧森堡 我就覺得這裡怪怪的 盧森堡其實沒有多少人口 但是這樣兜起來的話 你們應該是要給他九十幾萬片 那這個就等於說 我覺得在比例上好像就不太對 所以這就是沒有公開透明的結果 沒有公開透明的結果 就是我們自己算 算到後來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國家人口這麼少 你怎麼給他這麼多口罩 那你會講說我算錯了 那你要給我真的 所以我要你公開透明 就是到底我們每一批的捐贈 給了誰 然後真正送了多少出去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你剛剛講的很好 我們送口罩不是為了要他的感性 是出自內心 這代表國人喔 不是代表外交部喔 代表國人去幫助其他國家 人民的一個心意 沒錯 所以你們有必要公開透明 而且這些是誰 這些是納稅人的錢 你要知道喔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花錢去買口罩的喔 那等於所有等大稅人 省下來的口罩 用他們的錢 讓外交部去贈送給其他國家 所以是不是應該公開透明 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外交部你馬上回去 從你們開始捐贈那一天開始 給了哪些國家多少 全部放在網站上面 讓大家公開檢視 不要再讓我們自己去算 欸我要花時間去幫你算 算一算搞不好也不見得對耶 我那個表可以給你參考 那此外呢 除了公開透明之外 我覺得也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有沒有上限 什麼樣的情況底下來送 比例這些等等的 比如說剛剛何志偉 我也有提到越南 的確 越南他還捐贈給別人耶 對不對 越南來講他給了其他歐洲國家 55萬個口罩 也給臨近的柬埔寨寮國 三十幾萬個四十萬個口罩 但是我們同步我們也捐給他 所以我們也要了解 這個國家他到底有沒有這個需求 如果他都可以捐給別人的 那我們捐給他 他再捐給別人那有什麼意義 或者他捐給別人以後 我們去補他的不足這樣不對 所以你要調查 到底這個國家有沒有缺 是不是陷入很嚴重的狀態 然後我們去表達我們的善意 否則這個就讓他覺得說 那就會變成怎麼樣 濫發 我知道 那這個濫發濫送 在國人的心情裡面 是覺得不對的喔 我覺得我們的善意 我們是要做愛心的 沒有錯 我們都有去做過調查 也詢問過對方 他們覺得有需要的我們才給 不是 不過像越南這個你就會覺得說 他都在送給別人的嘛 那我們要去送給他 我們詢問過 那這樣我們直接把那些口罩 就送給他要送的那些國家就好了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自己需求 他真的當地有需求嘛 這才是一個標準 所以我說標準很重要 就是你在判斷這個事情的標準是什麼 也要讓國人知道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真的要做外交目的 你就跟大家講 我也是為了外交目的啊 但是如果真的是為了愛心 就跟大家講 為了愛心他有需要我去幫他 是 這是外交部要清楚告訴國人的 尤其在現在這個狀態底下 大家都還在這個需求口罩的狀況底下 部長這可以做得到吧 公開透明 當然沒有問題 所以趕快你們回去 把這些東西放在網路上 我們會再來檢查 不要讓我自己去算 再來 部長 川普說他不願意捐助WHO了 我們注意到了 那這怎麼辦 你同不同意他這樣的做法 這個沒有所謂的同意不同意 因為我們也不是WHO的這個會員國 但是他這樣子的 我們當然不是會員國 這是為什麼我們想要加入要參與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會員國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其他會員國都不認同川普這個做法 對我們注意到了 對不對 歐洲國家包括日本 通常不贊成 他們這種此時此刻 WHO正需要大家幫忙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退出咧 怎麼可以說 欸我不捐了咧 所以不然你要小心這個議題的發展 因為我們一向認為說 我們需要美國停我們參加WHO 參與WHA 結果他現在說 欸我暫時我要停止資助WHO 那會打到我們的臉 然後策略上他要怎麼繼續幫你退 WHA馬上打一個巴掌會來說 美國幫台灣講話 美國自己都不想再支持WHO了啊 那美國幫台灣講話是在講什麼的 部長 部長 這是一個 我覺得眼前 你們要有一個處置的地方 有 那個我們外交部都非常小心在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你們現在 我剛剛所以我才問你說 你贊不贊成他這樣的做法 川普這樣的做法 我們都很小心在關注 都很小心嗎 因為你也不能說公開說贊成 你說贊成你馬上你就糟糕了 對不對 你說反對你就得罪老美 所以其實你也不容易做啦 我們都很小心在處理 可是在這件事情 你講小心處理這是對的 可是要怎麼處理 因為大家的期待很高 喔今年我們防疫做得很成功 全世界都跟我們拍拍手 都說台灣做得很好 也都跟我們講說 台灣應該要有機會參加WHO 但是我們就真的有辦法參加嗎 如果主要的強權國家 像美國 在目前WHO這件事情上面 川普啦 起碼川普本身他 他呈現出來是一個負面的 那你怎麼辦 還有川普的手段 並不是所有的美國 內部的政黨都贊成 你看他的這個 眾議院的議長裴洛西 他直接嗆他耶 他說這個川普中斷WHO軍演 是危險且違法的 因為經費是國會通過的嘛 可是他說不是你總統說的算 所以這也是等於 美國內部有很大的一個意見衝突 我們都注意到 所以部長這件事情很快的 下個月WHO要開會了 這涉及到我們能不能參與 大家期待這麼高 這個時候出現這個變化 你們要想辦法一個陰影之大 委員能不能給我差不多半分鐘的時間 我來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知道 今年要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那個難度還是很高 尤其是現在國際社會的這個 複雜度也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還是有步驟的 一步一步來推動 比如說這些理念相近國家的聯合進洽 已經在規劃了 很快就要去進行 理念相近國家的致函 他們也都在出力了 另外有幫國家的進洽和致函 也都在規劃了 很快就會出去了 所以國際社會上面這些有我的聲音 可以看到一直一直出來 這個是我們推動的 這從國際宣傳上面來講 沒有錯曝光提高了 有我的聲音增加了 放大了 但是關鍵國家 關鍵國家 能不能在最後 扮演關鍵的角色 臨門一腳 或者最後關鍵的聲音 我覺得那很關鍵 那是你 所以 因為如果說這些其他國家 聲音很大 增加很多的支持 我相信部長你不會講說 今年難度還是很高 好 內行人一聽就知道 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你才會講說 今年難度還是很高 所以禮拜一我問你們次長 次長也講說 機會不大 國主司司長講說機會不大 我聽了有點難過 為什麼 這麼多的國際支持 國際的聲音 怎麼會我們自己的官員 還有包括部長你都相對的消極 所以我就講出在關鍵國家 關鍵聲音 跟關鍵的支持 所以 美國這一票 他怎麼走 我這就關係到我們 可能不只WHO 我要必須提醒其他的 國際聯合國的專業組織裡面 現在 北京在當中 擔任重要人士的太多個了 是 IKO也好 ITU也好 甚至是工業組織也好 至少四個以上 那這些都是跟我們 一直以來說 想要參與的周邊國際組織 但 美國的單邊主義 在川普領導之下 去 對到我們要追求的多邊主義 所以我們在外交政策上面 某種程度上是有點矛盾的 這個矛盾怎麼處理 怎麼化解 當然這是跟川普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11月美國換總統的話 或許又不一樣 但是這個現階段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提醒外交部 在戰略策略上面 這個你們必須做一個處理 否則我們做很多事情會 事倍功半 是 我們都很謹慎在處理 謝謝 謝謝